我是曼仔 一个主持人单从茶的茶店老板 那最近很多地方都在号召打疫苗了啊 然后最近也是受到很多茶友问我啊 就打疫苗可不可以喝茶啊 也有一些茶友说打了疫苗不能喝茶啊 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连去想这个问题都没有想过啊 打疫苗的时候呢 医生只是交代了说啊 一周不要喝酒啊 而且包括我和我身边的人呢 打了疫苗之后都是有喝茶的啊 也没有什么事情啊 所以面对这么多茶友啊 说这个事情啊 曼仔就疑惑了啊 于是特地去查了一下啊 那官方的说法呢 就是说啊 喝酒喝茶喝咖啡呢 其实不属于禁忌症啊 但是喝酒呢 可能会带来身体的这种偶尔反应啊 在接种疫苗期间呢 就尽量保持平稳的生活状态啊 那意思就是说打完疫苗 除了尽量不要喝酒之外呢 其他正常的饮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茶还是可以喝的啊 所以茶友们呢 可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如果打个疫苗不能喝茶啊 那我们潮汕这里可能GDP啊 就是要下降一半吧 这些开玩笑啊 那也是啊 就是最近广东的疫情呢又开始有了苗头啊 大家有点紧张的也是正常的啊 但其实疫情啊虽然还是紧张啊 好在咱们国家是很强大的啊 又是各种医疗队伍啊 又是安排免费疫苗全面接种啊 医生啊护士啊还有这个志愿者呢都在出力啊 给这个新冠病患做治疗啊 各种安排做这个核酸检测等等啊 很团结也很棒啊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呢也做不了太大的事情啊 就安安分分的守着不乱跑啊 不添乱就好啊 然后替他们加油啊 那曼仔还记得那年非典呢 最后也是在广东清零的啊 那希望这次疫情可以尽快过去啊 在广东彻底结束清零啊 那就啊 皆大欢喜了 然后也有很多茶友啊 在关心曼仔这边的情况 那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曼仔和家人呢 都是打了疫苗的啊 然后啊 曼仔这边是小地方啊 人口流动性也不强啊 目前也是没有病例的啊 是安全的 那我们也是哪里都没有去 那基本就是在家里啊 做茶杯茶喝茶 那最近也是一直啊 都在忙着背一些啊 稍微高档一点的茶 然后打包大家的茶 给茶友罚罚货之类的啊 那曼仔就想提醒全国各地的茶友们啊 也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注意防护 没事呢 不要跑出去啊 可以来曼仔这里多拿几斤茶叶啊 然后在家里多喝茶啊 是不是挺好的啊 那咱们今年的新茶牙指向呢 就是一斤四十九的那款呢 就是还是很受大家的喜爱啊 已经有不少茶友喝了之后呢 就复够的 那我们这才呢 半斤就可以包油的啊 起够啊 还没有拿几款的茶友可以来一点 然后带回家喝一喝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多陪陪家人啊 悠闲品茶啊 也是很舒服啊 很自在的嘛 那好 河丹虫茶啊 早晚仔